财团法人生物技术开发中心 坐落于国家生技研究园区一栋 扮演加速产业发展的重要推手 而西门子透过其节能优化方案 协助生物技术开发中心 达成永续营运的愿景 生技中心致力于科技创新与服务 吸收产业共创台湾生衣产业价值 同时我们也希望能降低能源消耗 持续推动各项节能 优化营运效率 兼顾产业发展和环境永续的目标 生技中心具有研发实验场域及行政办公室 在能源管控方面需要多方考量与设计 此次国家生技园区一栋建筑物能源优化专案 透过西门子的专业建议 生技中心采用了多面向的节能方案 有效掌握能源使用情形 成功优化能源效率 生技中心与西门子公司 自细持大活源区企及以长期合作 对他们的建筑科技 维护服务及执行品质很有信心 我们首先从建筑物耗能最多的空调系统来着手 透过对冰水系统的整体检视 提出具体的节能改善措施 改善后大幅提升空调基础效能 减少常态耗电量 实验室内要维持室内环境的正负压要求 至十分耗电 在符合实验室环境的严格条件下 透过时间排程以及动态风压感测 来调控最适合的排气量 不浪费一分能源 机榜内为确保设备散热足够 增设温度感测器 以准确控制排风机的启停和排风转速 让设备不应过热而导致打击 在公共空间使用照度计 依室外光源调控灯区 并搭配红外线感知与时程控制 节省照明用电 节能方案执行一年 透过冰水系统效能提升 减少风机耗能 达成年节电约111万度 超出目标一倍的卓越成效 西门子的系统稳定可靠 将建筑资讯整合于单一平台 方便管理 而西门子的云端建筑能源管理平台 让人耗数据萤幕了然 方便我们掌握设备状况 进而规划未来节能策略 透过云端建筑能源管理平台 我们可以即时监控大楼能耗表现 利用长期大数据所产生的资讯 更有效的宁定节能策略 并且顺利取得ISO501能源管理系统认证 我们的节能策略 需要因应未来生计发展而做调整 如数位健康、AI照护等等 因此必须是一个具有扩充性 可敏捷因应未来挑战的一个能源方案 才能保持我们的建筑在最佳运转状态 同时的因应生计产业 快速发展的需求 新凡史提供生计中心节能解决方案 顺利达成节能的目标 并借由我们的数位云端科技 我们维护团队持续优化客户的建筑能效 协助生计中心兼顾产业的发展 和环境的永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